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個手術我講得好像很成功 其實也有一點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手術不是完全沒有副作用 其中一件事比較常見 就是一個叫代上性的多汗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實體很奇怪 一旦醫好了手不出汗 有時身體很壞 就可能會說 不如其他地方出多些汗 例如胸口、背部、大腿 有時都會反而出多了少少汗 這個情況 其實我們在香港統計過 大約有六七成的病友 有時都會出現 不過往往這六七成之中 只是小部分是比較嚴重 其他其實都比較輕微 我們也做過問卷調查 我們訪問過以前香港的病友 其實做完之後 大約一百分之九十七的病友 都會說其實都值得做 因為雖然其他地方出多了少少汗 其實總體來說 手燒了 對他日常生活也有所改善 至於其他那些後遺症 在外國以前九十年代的時候 都報導過有其他後遺症 譬如有一個我們叫霍立士的綜合症 做完手術之後 眼皮一邊高一邊低 痛一邊大一邊小 或者心跳過慢 或者容易中暑等等之類的 後遺症 以前曾經都報導過 不過呢 除了我們過去這二十幾年的經驗 我們做月精 現在我們知道 對準那個胃血節 其實呢 現在的其餘病發症 就真的比較罕見 如果病人真的有興趣做這個手術 其實整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通常我們先要看醫生 就好像我之前這樣說 我們要排除了有沒有其他原因 是令到你手臟出汗先 譬如你的甲腸先有功能 有沒有問題 如果撇除了那些身體OK的 基本上都可以做到手術 至於有沒有什麼病人比較高危一點 其實呢 尤其是在香港地 我們都是擔心病友以前 有沒有患過其餘的肺病 尤其是肺腦 或者神經肺炎過 如果有的 有時候的胸口裡面 會比較黏一點點 我們用那些很小的儀器 就比較難做一點 不過如果沒有這些情況 一般病友來說 其實整體來說 其實整體來說 的手術 生命危險很低 遠遠少於1% 除了我剛才說的 代償性多安症之外 其餘的後遺症 通常都沒有問題 問題的問題 在一段時間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